甄嬛传中甄嬛为什么让四阿哥称帝 而不是扶持自己的亲儿子六阿哥呢 第一点前朝的阻拦 甄嬛清楚六阿哥的生死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因为六阿哥说到底不是皇上轻生的 就算甄嬛联合前朝真的把六阿哥扶了上去 保不准以后还会出大事 毕竟只抱不住火呀 之前皇后搞立出低血验轻 质疑六阿哥的血统 虽然此事在甄嬛全队的操作下化险为夷 但是低血验轻这回事还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如果甄嬛真的让六阿哥被立为太子 只会让六阿哥更加被众人放到险为静下审视 保不准还会有心怀鬼胎的人 再来一次质疑六阿哥血统问题的事情 更何况就算甄嬛想帮六阿哥铺平道路 他也没有能力买通前朝的所有人 若皇上想立六阿哥为太子 请效法汉武帝 未雨绸缪 什么未雨绸缪 留子去母 永无后患 听到了吧 重点词 主少母状 即使前朝的人同意让皇上立六阿哥为太子 那也是有要求的 只要皇上立六阿哥为太子 甄嬛就得死 在这种情况下 甄嬛都是尼普萨过疆 自身难保 他还怎么给六阿哥铺路呢 第二点 六阿哥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本具最渴望成为皇帝的人 四阿哥 这个人精可是甄嬛一手调教出来的 也正因此 甄嬛实在是太了解四阿哥的性子了 就算甄嬛真的手艳通天 让六阿哥坐上了皇位 以六阿哥的资历 迟早得栽在四阿哥手里 毕竟四阿哥天资聪慧 不管怎么看 他都是一国之君的最佳人选 更何况在前朝开始有丰盛讨论立太子时 四阿哥曾多次试探过甄嬛的口风 最明显的是 当前朝开始讨论立太子前期 四阿哥频频探望甄嬛 又是个甄嬛报喜 又是个甄嬛送汤呢 而到了后期 甄嬛和四阿哥的位置开始发生变化 不是四阿哥跑去给甄嬛请安 而是甄嬛腿上出狱 就带着六阿哥去看四阿哥 并且在这次看望中 甄嬛还指引 以后就得靠四阿哥的照顾了 能让甄嬛把自己的亲儿子交给他 四阿哥的能力可想而知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甄嬛经历过无休争斗 他清楚当皇帝成天被算计来算计去的 所以他不希望六阿哥过上那种生活 也因为甄嬛清楚 做皇帝实在是太累了 不仅在爱情上不能倾注所有的情感 而且还得日夜提防着前朝后宫的算计 甚至连身边最亲近的人 都不能百分百信任 所以在皇上驾崩之后 有异心的王爷想着要如何搞事情事 甄嬛直接断了他们的念想 公布了四阿哥成为新帝的消息 先帝有亲笔秘址 四阿哥弘历 人品贵重历练有成 以成绩大统 瞧瞧四阿哥听到自己名字的神情 果不其然 甄嬛不扶持六阿哥称帝是对的 后来宜修得知甄嬛不让六阿哥做皇上 诧异的骂甄嬛狠心 甄嬛一副看透世事的姿态 对宜修说 先帝生前受了后宫多少算计 连他自己都算不清 哀家可怕极了 将来自己的儿子 会取上一位像您这样的皇后 算计的先帝几乎断字绝孙 这才是甄嬛不愿六阿哥称帝的重要原因 因为他经历过被枕边人算计 所以甄嬛不希望自己的亲儿子也被算计 加上甄嬛看到六阿哥在花园念书的模样 他想到了果郡王年少的样子 甄嬛希望六阿哥能像果郡王一样 做个闲散王爷平平安安的过完一生 于是当四阿哥登基之后再一次试探甄嬛时 甄嬛为了消除四阿哥的疑心 也为了让六阿哥认祖归宗 明明白白的告诉四阿哥 他决定让六阿哥过继到果郡王一脉 可见甄嬛不想扶持六阿哥称帝 不仅是为了保住六阿哥 更是为了让六阿哥名正言顺的喊果郡王爹